我们今天来讲这是我们的第二节课 然后说一下我们签三节课 也就是上周的周日的一节课 然后今天的第二节课 明天的第三节课 我们都是对外开放的免费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听 然后下周的开始 我们就正式进入我们的付费课程了 先来讲 等会儿 我要不要把面接发到我们以前的屏里面 可以啊 你发 我发一个吧 好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是K线的秘密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节课这个概述啊 简单的回顾 首先就是上节课呢 不好意思 我本来录了个屏 录了个屏呢 谁知道我那个录屏没有开麦克风 所以录屏里面是没有麦克风内容的 也就是没有声音 所以大家应该是看不到 就是没法看上节课内容 那我大概的把上节课内容呢 给大家讲一下 上节课呢 就是证券的交易基本认知 首先就是学习证券知识的必要性 就是在现代社会一定需要有一个证券的知识 哪方面呢 就是有可以有哪方面的增进呢 第一就是防止被坑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很多就是经常会听到一些小道消息 说某某股票会涨 某某股票要赶紧买进 那么像这种鬼消息呢 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判定它真的是否涨还是跌 然后合理的理财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认同 房产税出来以后 房子将不会成为一个理财的产品 以后可能还会成为负资产 所以真正能够理财的 只能你自己去掌握 也就是说像这种投资股票啊 外汇啊等等诸如此类 好 还有成为职业 你比如说像我啊 像这个方磊啊 还有成为阿奖啊 这都是可以成为职业的 还有第四就是增加谈资 增加谈资我相信在现在的朋友圈里面 大家经常就是谈钱嘛 我相信大家三句不离钱字 我出去赚了多少钱 我怎么样赚钱 那谈着谈着无非就谈到怎么赚钱了 赚钱现在生意都不好做 朋友知道 那么怎么去赚钱 无非就是做我们这个投资的这方面的生意 还有第五晚年增加收入 这个呢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点感觉啊 就是我认为以后的中国的这个退休金啊 还有这个养老啊 医疗啊 都是会出问题的 所以为了保证自己的晚年 能够有个好的一个结果 不要指望国家 不要指望国家 所以自己增加一些技能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第六个呢 是磨练性格 这个呢 只有等你们这个等你们以后学完了以后 你们会慢慢会发现 做这个东西真的是像钓鱼一样 一样磨练性格 好 这个我大体说一下 这个我就不再去展开了 因为上节课我具体说过 但是很可惜没有录像啊 好 第二个呢 就是很多人认为这个股票投资是一个赌博 那么其实股票投资呢 和你赌博呢 就是一个窗户子啊 就差一个做交易和赌博之间 就差一个窗户子 这个我待会呢 会详细再来介绍 还有心态的重要性 好 现在呢 第三点呢 就是持续盈利的条件 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持续盈利呢 就是第一要有好的技术 第二要有成熟的交易系统 呃 技术呢 就是类似于像单兵作战的能力 啊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技术就叫单兵作战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技术和交易系统之间什么区别 交易系统呢 就相当于现在你是在主团一起去打怪 那么现在呢 就是单兵你去打怪和主团去打怪的感觉 还有呢 超强执行力 我相信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执行力 那当然还是要有资金 有资金 然后呢 还有杀人不眨眼和杀自己也不眨眼的心态 这个我后面再来展开 好了 第四个就是证券里面到底分成什么类型 呃 因为我一直说 我在这里注意一下 我用的是证券 我没有用股票啊 注意我在这里用的是证券 因为我们做了这个以后 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类型的东西 比如说 像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的股票 期货 外汇 虚拟货币 呃 美国股票 美国期货啊 各大种类都能做 好 第五就是这个呢 可以算是我们的学习大纲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记录一下 呃 后面呢 我们都会讲到的 呃 首先就是基础知识 基础知识就是 当然还不止 这个我还没有细分啊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框架 那么细分里面我们还会分的会更细 呃 这是进阶知识 那么这些基础知识和进阶知识呢 都是非常简单的东西了 那既还有美国股票的投资价值 美国股票呢 它是叫价值投资 那么它是需要学习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 啊 学习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像昨天做的还不错啊 昨天就是大飞龙 那注意 很多人可能一听大飞龙 什么鬼啊 就理解成了什么呢 就是哪个大呢 我来我打出一个字啊 大家千万不要笑 因为经常就有人问 你说的大飞龙是这个玩意吗 啊 像昨天就是 昨天是11月的第一个周五嘛 昨天是11月的第一个周五 行情非常大 啊 周五的晚上 行情非常大 现在是美东时间 现在是美东时间已经是 呃 我想一想 美东时间现在已经东宁时了 那么也就是说 现在美东时间是十点半 也就相当于是他们的正式 美东啊 也就是北京时间的十点半 就是美东时间早上的九点半开盘 所以昨天在十点半的 北京时间二十二点半的时候 有一个大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 这个行情 就叫大飞龙 这个大飞龙呢 大家不要以为是这个玩意 很多人问我 你说的是什么大怪意啊 不是的 是大飞龙 就叫就叫小飞龙和大飞龙的区别 就是这个是一周都有一次 这个呢 是一个月有一次 飞龙呢 是指飞龙就业人口 飞龙就业人口 这个对于外汇和黄金的波动非常大 昨天黄金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昨天的黄金特别恐怖 昨天我有几 我的朋友圈又有人爆仓了 昨天在过来的哀鸿遍野 朋友圈爆仓了 昨天大约是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约是在 11点58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点钟的时候 10点钟的时候 晚上22点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从22点过后 涨到了多少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涨了多少点呢 从从基本上 从1792 也就是1792美金 涨到了1820美金 涨了多少个点呢 涨了92892 涨了涨了多少 我数学不好 谁帮我算一下 300多个点 300多个点 这还是浮涂流流的计算方式 如果你在把 如果你在把那个算进去 如果应该是3000个点 应该是3000个点 如果你在把杠杆算进去的话 一般黄金的杠杆是100倍 三千乘以100是多少 3万 30万 300万 就是300万个点 我是不是算错了 30万 30万个点 因为黄金一般 我们都是用杠杆去做 100个 100个点的杠杆 那100倍杠杆 那也就是说300 300个点的话 它就是多少个点 大家可以自己算 所以来说 昨天这个大飞龙 特别特别恐怖 特别特别刺激 好了 然后呢 就是中国的股市的投资方法 中国股市呢 它分两种 一个是选股模式 一个叫 就是说白了 叫做主题 做主题 那这都是我们后面 要学的一些东西 还有一个呢 是捉装家 就是猫鼠游戏 当然你不要认为你是猫 你其实是老鼠 你要怎么去捉住猫 你要怎么去捉住猫 所以呢 这个里面就是另外一种 就是资金 是怎么去游走的 我们怎么去捉住 大资金 在这个 在这个股票里面的 行为和动态 这个呢 就是我们上节课的内容 那么 我跟大家简单过一下 好了 我们回到现在的 现在的 我们这节课 我们为什么要学技术 能赚钱 首先我来回答一下 这个问题 大家能不能 大家是否能知道 为什么我们学这个 外汇技术 能够赚钱 很多人可能不理解 这个玩意儿 为什么我们能够赚钱 或者说我们为什么 能够预判准 因为这个东西很 很很很大感 你就是说你这个东西 它竟然没有发生 为什么我们可以 把它预判准 一个没有发生的事情 我们为什么 可以预判准 它不像我们做影视 做影视都是技术 技术性的东西 我们是可以把控的 大家都明白 是可以把控的 比如说我们做A1 或者3D Max 我可以在A1里面 我大致 我想要一个 什么样的效果 我在A1里面 刚刚开始做 我大致心里就有腹了 我在3D Max里面 刚刚可能做了第一步 我就已经大致 就已经有一个 大致的框架已经出来了 但是你说这个玩意儿 这个玩意儿 在时间上面 维度上面都还没有发生 它为什么能够赚钱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是什么问题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上周做的 这个上周做的这个棒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第1时段 10月1号到10月8号 10月8号 10月6号 因为周六和周天 它是不开盘的 所以就是只能做这么久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盈亏是1867.97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是我上周超盘的一些痕迹 大家可以看 看一下 11月2号 10月3号 10月4号 然后一共在上周赚了1867.97 这个是我上周的战绩 那我现在就问大家了 那为什么这个技术 能够赚钱呢 大家能不能告诉 就是说你们会不会认为 这个东西属于玄学 你们想一下 这个技术的 所谓这个技术 它到底学的是一种什么技术 有人说你这说的 是不是叫风水 或者说是封建迷信 比如说周易啊 八卦啊 之类的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人往这个方向去想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 学技术的这个本质是什么 你们想过没有 有没有人来说 咱们是在会议 在这个里面 大家都可以发言 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投入 投入 就是让自己能够进入 适得到这个环境里面 就是说咱们真正要学好 我是真正觉得 这个东西是推荐给大家的 我不是说为了在乎 大家一些学费啊 等等这些东西 我为什么说这个呢 这个真的是可以改变 命运的一项技能 你说什么隐私类的技术 它改变不了命运 它顶多让你的收入会增加 它顶多让你的收入会增加 但是你说这个隐私的技术 我原来教隐私嘛 那你觉得这个隐私的技术 能够改变命运吗 基本上不行 你比如说你原来是拿五千 你学了隐私技术 可能以后可以拿个八千 但是多了三千 多了四千 能够改变你的命运吗 不能 但是这个东西 是可能改变你的命运的 可能你 你今年是一无所有 明年可能是报大福大贵 后年又可能变成一个乞干 这都是有可能的 我不会在这里我跟你吹 你直接就可以变成有钱人 这他妈假话 但是它绝对可以改变你的命运 好了 那我现在在回归主题 为什么说学的技术能够赚钱 我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再来 跟这个技术 在跟这个市场在博 好 我规结出了这四点 第一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没有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学技术本质上就是用技术 来预判未来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相当于我现在读了一个 我在汉朝 打个比方 我现在是一个 我现在是一个明朝人 我现在是一个明朝人 我读了这个史记 史玛光的史记 从秦朝到汉朝 再从汉朝呢 又读到了这个三国 然后读到魏晋南北朝 然后读到了这个唐朝 唐朝读完了以后呢 我又读到了五代十国 然后又读到了宋朝 宋朝读完了以后呢 我又读到了元朝 然后读到了我现在明朝 那么读到了明朝的时候 我就会想 既然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那是不是明朝最后的结局 也会跟宋朝 或者跟汉朝 或者跟唐朝差不多呢 那么我们是不是有一个 大概率的这一个方式 可以推导出明朝最后的结局呢 这个我就把这个说的 点到这个地方为止 大家可以自己想一下 是不是所有的事情 其实都是发生过的 很多事情都是发生过的 然后我们呢 第二点就是 第三点 我们先说第三点 就是操盘的本质呢 是一个博大概率性 什么叫博大概率性呢 就比如说 我现在我去坐一个飞机 我从中国呀 我从深圳要坐的 这一个加拿大温哥华去 那么我现在博的是什么 我现在博的就是 这个飞机不会出事 不然我就不会去坐这个飞机 当然这个 你说这个飞机会不会出事 有概率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博的是一个大概率 它不会出事 所以我才干去坐这个飞机 所以我才干坐这个飞机 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飞机 一定会大概率会出事 那你就不敢去坐这个飞机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们是什么 如果风险控制做的好 也就属于做生意的一种 我为什么说把它说成 做生意的一种呢 道理很简单 如果你们现在去做生意 你们首先是不是要有一笔资金 就比如说我要去租个门面 我给房东要先交钱 交完钱以后我要干嘛 我要租这个 我要租到这个房子以后 进行装修 我要请员工 这些东西呢 都是做生意里面的一环 那么这个呢 其实就是投资 然后有了投资以后 我们还有技术 比如说你是做一个卤菜店 那做卤菜店 你要怎么把这个 卤菜的这个味道做的特别好 那就属于技术了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看 其实我们的操盘本质和做生意 是可以划上等号的 是可以划上等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的 好了 那么现在我们再反向说一下 如果你的风险控制做的不好 就属于赌博 我在刚才也跟大家提醒过 如果这个操盘啊 就是做做这个证券和赌博 也就是隔了一层窗户纸 做的不好 你做的心态崩了 我告诉你 就是赌博 毫无质疑 我在这里毫无避讳说这个话 我毫无避讳说这个话 因为看了太多人了 看了太多人了 所以我一直在提醒 我这个包括方磊也好 还有这个阿奖也好 都是他们作为第一批 跟着我学的 我一直在提醒他们 你有些地方你不能去做 就是是什么 就是杜绝他们现在赌博这种心态 当然就是提醒一下 大家珍爱生命远离赌博 所以来说呢 这个东西呢 操盘本质上就是做生意的一种 当然你做的不好呢 就变成赌博 然后呢操盘的技术呢 它不是忽悠 它也不是封建迷信 它其实就是用你原来的 用原来的一些东西 来概述 大概率的 大概率的预测 后面走的市场 听懂了吗 其实操盘的技术 其实操盘的技术 就是从原来 注意这句话 就是从原来的技术分析中 得出一个大概率性 然后来 在这个市场里面 去预测未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 大家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可以说一下 什么 我大概听懂了 你说一下什么意思 它是发生过的事情 其实就类似于这种吧 有可能这个东西它是发生过的 只不过我们要回忆起来 然后把发生过的事情记住 然后再来 再对现在的事情来进行一些操作 对 说得非常好 它比我总结的好 这个是陈科 它总结的比我好 就是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把发生过的事情给掌握好 就像是我是明朝人 我把宋朝 唐朝 汉朝的事情掌握好 那么明朝将会 也将会发生 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注意 操盘这个技术 其实大家不要以为是封建迷信 也不要觉得是忽悠 咱们就是把原来的东西 就是记住 操盘好 然后应用在我们未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好了 第三点 上周各个板块的复盘 这个呢 我觉得每周 每堂课的开始 必须要来一下 让大家渐渐的进入这个环境 渐渐的进入这个环境 为什么呢 就是首先让你们先看一下 每个盘面 咱们先看一下每个盘面 来 我们重点就看一些代表性的盘面 首先上阵指数 纳斯达克 德国指数 黄金 美元指数 半美 欧美 然后上阵指数里面个别股票 我们先来看一下黄金 这是美黄金 不是 这不是英黄金 因为英黄金和美黄金还不一样 这是美 这个是这个现货黄金 还不是期货黄金 所以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是美现货黄金 好了这个黄金呢 这是在日显 日显 黄金呢 在周五的时候 小大飞龙的时候 来了一波大涨 那么这波大涨确定以后 基本上已经是多头为主了 多头为主了 周五的时候是 在大飞龙的时候 这个出了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非常利空美元指数 是美元债创新低了 美元债创了新低 所以这是美元指数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说一下 因为说到很多的一些专业名词 比如说什么叫美元债 美元债是什么呢 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种 在这个国际债品种 这个国际债呢 是指什么意思呢 是就是现在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 很多的一些这个国家 它已经是国家 对国家层面的一个理财了 这个就不是我们个人的理财了 就很多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中国 俄罗斯是占有美元债最多的两个国家 中国和俄罗斯是占有美元债最多的两个国家 然后这两个国家呢 就是他们拿到的美元债以后 美国会定期的会向这些 就是拿到这些美元债的这些债主们呢 会发一些这个利息 所以称之为叫美元债 这个就跟我们中国在中国 在拿了一个 比如说拿到一个银行债 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拿到的这个 招商银行的某的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我拿到了以后 我拿了一百股 然后他每个月要给我派息 要派个要派个一两块钱 打个比方啊 就派到一个一两块钱 那么这个债呢 就和我们这个类似于 像我们银行里面买的 这个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和我们这个基金买的道理是一样的 那么美元债下降 为什么黄金会上涨 我在这里要问一下大家 大家能不能理解中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也就是说美元债上周五的时候宣布下调 也就是他的这个美元债的利息 就是变低了 那么美元债变低了 就是利息变低了 为什么会导致黄金上涨 大家能不能理解中间的一个逻辑关系 很骚扰啊 在这里我也承认很骚扰 这就是需要大家要认知一些国际性的一些行情了 我在这里要是单谈技术没用 你必须要把国际行情拉列清楚 我在这里问一下大家 为什么 为什么美元债下降会对黄金是利好的消息 你看黄金涨了这么多 你看这一根杨树你看涨了多少 三千三千二百 大家可以看到中间一个数值啊 这个数值两千八百三十八 这个数值就是他的点数 然后到昨天你看三千二百一十一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到三千二百一十一个点 昨天我有个朋友差点就爆仓了 估计快爆仓了 我有几个朋友都已经亏损了非常多 我可以截图给你们 他们买的是黄金的空 因为他们认为黄金会利空 本来黄金是空的啊 咱们实话是说黄金是空的 但是昨天这个消息一蹦出 基本上黄金已经变成了多头了 好我现在回到主题 为什么美元再下降 黄金是涨的或者说利多 有没有人回答 方磊和Lag就不要回答了 方磊和阿猪就别回答了 你们给他们一点机会 有没有人回答来 告诉我来 这里面是一个逻辑关系 说错没关系 大家学习吗 我发的群里面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 昨天操作黄金的一个账 这个Lag他截图给我了 我看了我觉得亏了800多美金 大家看一下我发的群里面 你们有问题直接在群里面 直接开麦 直接提 他打字了吗 他那个陈运会议的聊天 他看不到的 我们都看不到 他打了字 有问题直接开麦问就好了 好我在QQ群里面发了一个黄金 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的一个朋友 做黄金 他是做的 他是卖空的 大家可以看到 sales卖 sales卖 0.15手 0.15手 0.2手 0.2手 0.1 你看他的价位都还不一样 他是上去了以后 他就卖空 他上去了以后就卖空 然后他来了一句 空头打不下来 空头就是买他跌 买他跌打不下来 然后就止损了 所谓止损就是什么 就是我割肉了 你就用中国这个话 就叫割肉了 然后昨天亏了多少 大家可以看一下 828.35美金 不是人民币 你要乘以6.5的 648也就是将近5000多块钱 就是昨天那一晚上 损失了5000多块钱 大家可以看一下 2021年的11月5号 3.39 当然这个时间 我后面再说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时间 16.28 这个是称之为叫 格林威治时间 这不是我们的北京时间 你不要把它以为 这是北京时间 好了 回到主题 什么情况 黄金和美元 在为什么会产生一个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联动关系 你们这个逻辑都没有吗 同志们 你们好歹也跟着我学了这么长时间的A1和3DMark 好歹跟我学了 说 它是不是那个关系 我觉得美元债是不是 你说它利息下降了 因为黄金也是硬通货 它很多人就会那个啥 就往黄金上面去奔呗 厉害 基本上是这个道理 大家听懂了吗 大家听懂了吗 好 我这样说 世界上有两种 世界上应该说现在不止两种 但是主流的是两种硬通货 一个是USD 就是美元 这个是美元的这个单词叫USD 一个是黄金 当然黄金它还有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XAU 什么 这个也是黄金的一种 那么世界上两种硬通货 一个是美元 一个是黄金 当然你可能还会跟我较真儿 那欧元算不算 欧元也可以算 英镑算不算 那英镑也能算 你日元算不算 日元也可以算 所以来说 最主流的 咱们只能说最主流的 就是说你要这样算的话 世界上最主流的五种硬通货 日元 英镑 欧元 再加美元 黄金 这五种 当然最最主流的 排第一和排第二的 也就老大和老二 那肯定还是美元和黄金 那么美元和黄金 它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它之间是一个七桥板 调桥板的关系 好了 美元下降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美元只要往下降 黄金就会往上增 美元往上升 黄金就会往下降 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个意思 它是中间是个什么关系呢 打个比方 市场中一共只有一百美金 我们打个比方 只有一百美金 那么这一百美金 要不就投资美金 美元 要不就投资黄金 它只有两种 那么投资了美元 投资了八十美金 剩下的二十美金 投资给黄金 那么美金就会涨 因为投资给美金 美元的会更多 所以美元就会涨 那如果要是投资给黄金 只有二十美金 那么黄金就会降 那如果反过来 投资黄金的变多了 投资美元的变少了 那么黄金就会涨 美金就会降 听懂了吗 懂了 好 其他人呢 像王成旭 还有科长 还无状 科长呢 哈喽 科长在吗 好 那么就是昨天美元债 导致了黄金一波大涨 导致了这波大涨以后 很多人买空 所以他就完了 他买空就是买他跌 买他跌 他没跌下去 他涨起来了 那基本上就废了 就损了 所谓的损单 就这个意思 好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美元指数 美元指数会带动 整个全球市场的 一个活跃情况 美元指数是 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好 美元指数 目前来看 现在是在高位盘整 但是他在这个地方 进行了一个放量 然后出了一个倒垂线 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然后破了个新高 破了个新高以后 目前来看 我们先看他下跌 跌到什么地方 先看他跌入这个位置 大家可能听不懂 没关系 先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大家 大概率下周美元指数会下跌 黄金还会继续上涨 那么我们的策略 我们大致有了一个 这样的方向以后 我们的策略是什么 黄金逢低 逢低做多 逢低做多 为什么叫做逢低做多 就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希望我们入场价会越低越好 然后我们卖在越高越好的位置 这样的话 我们中间这个利润就会多 多 这个大家听清楚 叫逢低做多 就是买它涨 逢低买涨 大家听清楚 是这个意思 好了 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是什么玩意儿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纳斯达克呢 就是我们俗称的 就是美国的科技股指数 美国科技股指数 美国科技股指数是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 大家所称为的叫中概股 基本上都是在纳斯达克所上市的 纳斯达克上市的 比如说腾讯啊 阿里啊 还有什么滴滴出行啊 最近滴滴出行不是闹得非常非常欢吗 直接被打死了吗 然后还有还有比如说像什么 拼多多啊等等之类都是在纳斯达克 包括Facebook啊 扎克伯格啊 然后什么苹果啊 也都是纳斯达克上市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那这是 这一个是纳斯达克里面的一些股票 当然很多人可能说 看不懂 这么英文的我看不懂 当然也有中文的 大家可以看到 也有中文的 有什么这些太多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致了解一下就行了 我们找一些 纳斯达克股票 我们找一些大家认识一些的 认识一些的吧 不然的话大家都不认识 那也没用 可能美高 美高美可能大家听说过啊 一家电影公司 美国航空可能大家没听说过 星巴克大家应该知道 优步应该知道 万斯达应该知道 万斯达就是Vessel 就是那个做了个卡的 迪斯利大家应该知道 那么这些都属于这一个纳斯达克里面的一个 当然在美国股票里面还有一个戏份啊 叫道琼斯 道琼斯我在这里不会去讲太多 因为道琼斯我们不会去交易他 道琼斯指数呢是 道琼斯指数就是这个东西 YMCATCH 道琼斯指数称之为叫美国工业指数 纳斯达克呢是称为这个 纳斯达克称为叫科技指数 所以我们一般是会去做科技指数 不会去做这个道琼斯指数啊 当然还有一个叫德子 德国 这个叫做德国3.0指数啊 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做德子呢 因为德子他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欧盟 首先欧盟里面最大的一个一个参与国 就是德国 德国又是欧盟里面最厉害的国家 就是经济上面最厉害的国家 所以欧洲那边基本上我们就是做德子 当然你要是说要做伦敦 伦敦指数也可以 只说我们现在没有去做 因为伦敦指数是没有没有这个德子做的好玩的 因为德子的话他的利润会更高 然后他的这个差格会更大 好我们现在返回来再来看一下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在上周破了新高 没什么好说的 逢低做多吧 根本就没有机会啊 我觉得这个德子这一路上涨 所以来说为什么说 这个纳斯达克和上阵指数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线 纳斯达克呢相当于是一个军人 而且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军人 上阵指数就是中国的股票呢 就类似于像一个小学生或者是一个婴儿 这个军人想把这个婴儿搞死 那真的是分分钟搞死 所以来说这个中间差了太多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一路上涨 这个东西一路上涨 可能现在看不懂 大家看这个线 大家应该就看得懂了 看这个线 这个线呢 就是他慢慢的在上涨的一个过程 那么大家看懂了这个东西 基本上就知道 我们上阵指数再给大家看一下 上阵指数长成啥样 上周的上阵指数长得非常难看啊 我把上阵指数打开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上阵指数 上阵指数里面分成很多板块 比如说上阵 深圳 还有创业板 马上还有北京板块 我们在这里呢 就以上阵为主 然后我们这里就以上阵为主 我们看一下上阵的这个日线 大家可以看一下长成什么样啊 大家看一下长得什么样 这个是上阵指数的长的形状 大家再看一下 纳斯达克长成什么样 很多人说美国经济不太好 你看一下别人的美国 你可以看一下别人的股票 就知道他的经济到底好不好了啊 当然虽然现在有点小通货膨胀 但是这不代表什么 这不代表什么 中国的这么多年了 还在三千 三千 三千点在赚 现在他都已经屡创新高 现在是一万六千点了啊 像去年川普在2020年4月6号的那个时候 当时的美股才一万二千点 才一万二千点 现在是一万六千点 又涨了四千点 这四千点发到这个上阵指数里面 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可能达到的一个种 好了 所以来说这个纳斯达克能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我们做美股的话 我们能做的就是低 逢低 怒长 逢低 怒长 就完了 好 德子我们再来看一下 德国指数 德国指数呢 他会和这个纳斯达克跑的一稍许不同 但是大体上面呢 看起来非常接近 大体上看起来非常接近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创了新高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德国就是欧盟吧 其实德国是代表欧盟 欧盟和这个美国呢 它这个经济共同体制 联系的非常紧密的 所以你但凡你可以 后面我会教给大家一种方法 就是什么呢 你可以看着德国指数来做纳斯达克 或者用看着纳斯达克来做德国指数 他们两个之间是有关联性的 当然这个关联不是百分之百 但是你能够抓住中间的关联的话 你是能够赚起中间的差价的 这个是跟大家说一下 好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上证 上证呢 上周出了一个鬼消息 导致上证崩盘了 出了个什么鬼消息呢 大家都听说了 就是在周一还是周二的时候 说要求大家来存储物资 存储物资以后呢 当时就有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要打台湾 这个咱们就不气展开了 那么这个消息呢 我可以保证绝对绝对是假的 就是什么要打仗那种事情 是绝对绝对假的 所以这个事情导致了这个上证 一下子 一下子就在这个时候吧 我记得是这一天 是在11月2号 周二 大家可以看到 来了一个大绿柱 大绿柱 然后打下来 3477 创了一个新低 创了一个新低以后呢 又弹起来恢复 收复到3500点 然后在星期三的时候呢 来了一个十字星 然后上涨了一天 然后又下来 基本上现在已经偏空了 基本上偏空了 那么现在如果没有太多利好的情况下 现在就看这个北京证交所 北京证交所会在今年的 这个月的中旬 会在北京开市 那么会不会对这个上证指数 有一个刺激 强行针的作用 目前不得而知 其实让我来看 北京证交所的出现 其实相当于是一个利空 我解读是利空的 为什么说是利空呢 因为市场上的资金就这么多 你还把这些资金又分散 又分散到北京证交所里面去 本来上证和深圳 这个证交所的这个资金就不够 你还往那里面分散 一分散那这些股票 那边吸取的钱就更少 吸取的钱更少 它就更要跌 所以可能是短期利多 长期利空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北交所的出现 是短期利多 就是为了政策 想一下政策 大家都知道 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 是政策危先的 就是政策开路 咱们先不讲市场经济 就是政策开路 首先是 所以短期是利多 但是长期来看 肯定是偏空的 所以来说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如果要是这个事情 发生了以后 应该今年这个股价 在我说的今年是在 这个过年前 这个股价应该都不会特别特别好了 这个是在日线 我们再看一下周线 周线的上阵指数 现在走的也是非常难看 基本上也是在走 已经是一个周线的一个 那个死了 好吧 然后呢 让我来推荐板块的呢 我觉得我上周是推荐的这个板块 我上周一推荐的是军工板块 军工板块 我当时看到的是在这个位置 我是在周一的时候 在这个位置 我周一的时候是看到的是在 大家可以看一下 10月1号 就是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我当时推荐的是这个军工板块 我当时跟方磊他们说 这个军工板块 如果能够回调到这个位置的话 立马进去 立马入场 立马入场 在周一的晚上 很可惜啊 他没下来 因为我们做单有个习惯 这个方磊和这个第一期的 这些学员都知道的 就是我做单非常谨慎 我不会茫然的去开单 我是像一个狙击手一样 我不会随便发枪的 枪就是这个所谓的子弹 就是你的钱 子弹就是你的钱 就是我随意不会把这个子弹打出去 我会等它叫回调了以后 再做单 什么叫回调呢 就是我竟然想做它的多单 做它的涨 我是希望它越低 它的价格越低 我去做它的这个多单 赚的利润会越多 这个我后面再细讲 所以上周我看好的是 军工板块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个是半导体 半导体也是非常不错 因为现在这个 半导体已经走完了 走完了这个箱体的 我画条线 半导体已经走完了 它的箱体的这个 已经在箱体已经走完了 走完了以后 昨天踩了一下2B 踩了一下这个位置 箱体的外边缘 这个外边缘踩稳了 上去 大家可以看到 在市场大盘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 半导体走得还非常强势 那就说明了半导体后面 如果市场稍微再上涨一点 半导体还会大涨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能看好的几个板块 然后当然这些板块 都是已经涨起来的板块 有没有看的比较 比较lagged的一些板块呢 就是说有没有低价位的一些板块呢 其中我觉得生猪板块 生猪 今年的猪呢 今年的这个猪市场呢 一直在跌 大家都知道今年的这个猪 蔬菜在涨 然后生猪是在跌的 所以猪肉板块现在是在筑底 筑底以后是准备反弹 所以猪肉市场可以找机会 录场 然后这个时间段可能比较长 可以录它的这个中长期 那么我们猪肉市场里面 就可以去筑 我们来看一下 猪肉叫大北龙吧 我记得好像是叫猪肉指数 我们来看一下 猪肉概念股 那么猪肉概念股里面有这么多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选一个股 如果大家想来做的话 可以在这里面选个股 然后作为一个长期持有的一个方向 因为这些股呢 基本上都属于 就比如说像大北龙 大北龙就是一个做化肥的 大北龙已经上去了 大北龙已经上去了 就是做猪肉的 做猪肉的这些股票呢 都可以先埋进去 就是它比较低的价位 可以埋进去 那这第一 第二个呢 就是还有是胶煤 胶煤现在是非常难看 这个咱们实话是说 胶煤板块是做的非常难看的 为什么呢 是国家前段时间 刚刚对胶煤进行了一个整改 要求胶煤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 进行报价 不要按照市场经济 大家知道什么叫计划经济 就是比如说国家爆出一个价格 你就必须按照这个价格来卖 那么这个呢 就导致了这个胶煤 大家都知道前段时间 能源危机 到处地方 到处在停电 就是因为没有煤嘛 那么这个就会导致这个煤 然后后来就出来这个 这个计划的这个计划煤 出来这个计划煤以后呢 就会导致了一个结果 就是短时间内 焦煤就会下降 但是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大家想过一个问题没有 什么问题 就是说我能源供需 还是放在那个地方在 我焦煤还是有缺口 那么焦煤既然有缺口 能源的这个短缺 还是放在那里 它又不让我涨价 那么焦煤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 大家想一下 大家想一下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悖论 国家不让我涨价 就是比如说 我是卖煤的一个老板 我现在进厂的这个煤 是十块钱 然后你要求我 九块钱卖出去 我现在该怎么办 大家想一下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市场经济 和计划经济中间的一些 矛盾点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 矛盾点抓住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 它的未来 未来会怎么样 那么我告诉大家 最后的结果只有一点 就是买家 就是卖家 我不卖了 你十块钱 我十块钱 我卖我就 我就亏本 我就不卖了 你别找我买 我也不卖了 我就存着 或者说我现在不做了 那我不做会导致一个 什么结果 不做了会导致 做焦煤的人变少了 就是做能源的人变少了 因为亏本的生意 没人做 砂头就是赚钱的生意 哪怕它是砂头 也能做 这犹太人说了一句话 就亏钱了 你叫一百个人来做 他都不来做了 但是砂头 但是他能够赚钱 只要利润非常高 哪怕是砂头 他都愿意来做 对不对 那么这个事情 什么 砂头是什么 好吧 砂头是什么 你是说杀人的那个砂吗 还是在股票移上的 你们大家觉得这个砂头是什么 我就好像是说 这个投资回报比是200%的时候 就是可以不顾一切 分不顾身下 命都不要都要去把这个钱赚了 好像是说的 这个话的原初处是一个犹太人说的嘛 我要查一下这句话原话是什么 反正就是杀头就杀人的意思 就是把你给杀了 就是把这个卖这个焦煤的给杀了 就这个意思 好了 现在杀头就杀人的意思 就是care 杀掉 好了 那现在就是就是什么呢 那其实最后的结果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最后只有一个结果 就是大家不做了 不做了以后 你想想 不做了 但是市场又需要 会怎么办 你们想一下 市场又需要 你因为焦煤是中国的发电的主要一个原材料 因为中国的核发电还有水能发电都不行 咱们实话是说 就水利发电现在在四川 很多的一些水利发电厂现在都关门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它就是关门了 三峡的发电呢 现在都是卖给了 卖给了好像是卖给了越南 还是卖给了柬埔寨 80%是卖给了越南和柬埔寨 大多数呢都是 就是大多数是卖给了国外 它是没有给中国人自己用的 那么中国自己的这个呢 大多数是用使用这个焦煤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叫动力煤 来进行这个发电火力发电 那么这个火力发电最重要的原材料就是 原材料就是动力煤 那么所以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话说的是 中国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就是对澳大利亚进行制裁 大家都知道这个事情吧 澳大利亚进行制裁 但是澳大利亚又是一个输出煤的一个重要国家 全世界最大的输出煤的国家就是澳大利亚 所以澳大利亚你制裁你还是能买 大家都听说过这个事情吧 可能大家大家可能知道 但是我来这里就跟大家说一下就行了 然后呢这个所以你这个东西是必需品 就像我们人水和空气一样 这个东西是必需品 所以现在很多人他不让你做了 我不买我不让你不让我卖了 OK那我不做了 不做了最后的导致什么 就很多的一些大小型的焦煤集团就会停产 停产以后呢会让大的焦煤集团成为寡头 大家明白什么叫寡头吧 那么成为寡头了以后 他不自觉的就会在其他地方给涨价 一样还是会涨价 我告诉大家市场经济是打不赢资本经济的 因为只有资本的市场才是能够调节市场 这个计划经济的市场是控制不住这个的 就像是就像是你说能不能控制走私 控制不了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 只要是能够赚钱的生意肯定有人做 亏钱的生意肯定没人做 计划经济就属于亏钱没人做 在这里我就说的比较直白了 所以焦煤以后还是会涨 但是在某某一个爆发点 现在咱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呢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一个低点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但是目前从这个形态来看呢 他现在正在筑底倒是真的 从他的现在的形态来看 是筑底是真的 然后呢他可以什么呢 可以短期 就是如果他现在买路 那么过两天涨一下 赶紧抛出 现在暂时不适合长期持有 但是某一个爆发点会什么时候到来 我们在后续再关注就行了 好了 这是我看好的一个军工 一个半导体这两个板块 上阵我是目前我是看他的下跌的 目前我是看他下跌的 看他到哪个地方呢 我们现在可以大致来估算一下 目前我觉得应该要跌到343039点 因为这个点已经守不住了 这个他现在3500点已经守不住了 那么现在目前先看他的3430点左右 注意啊 在我们所说的这个地方是支撑点的时候 这个位置是支撑点的时候 它是一个区间 它不是一个准确的一个数值 大家不要千万不要以为 我说的是3430点 那比如说他到了3440点 那算不算是 我说错了呢 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区间 区间是一个 这一块的区域叫区间 它不是某一个点叫区间 所以来说呢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就是上下要浮动20个点 上下要浮动20个点 大家不要是只是认为3430点 就是我们这个准确的一个价位 不是的 是上下浮动20个点 下周先看他3430点 然后看他3430点 后面再说吧 这个暂时看多了也没用 然后上周的纳斯达克涨得还比较好 所以上周一 我下周一我估计先看他一个小涨 然后再来跌 先看他一个小涨 再来跌 好了 这是上周的这个盘面的分析 下一个 价格的集中表现形式 什么叫做价格的集中表现形式呢 我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逐节图 日本蜡烛图和闪电图 什么意思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呢 像个蜡烛一样 这个东西就叫做日本蜡烛图 首先大家理解 这个东西就叫日本蜡烛图 就像一个蜡烛一样 这比如说这是底座 这上面是上影线 这个就是蜡烛 还有一种叫逐节图 逐节图呢 大家给看一下 逐节图呢 就像一个逐节一样 这个看起来好像不太 中国人可能是更喜欢看蜡烛图 还有一个呢 叫闪电图 闪电图就像这样 就是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 这三个东西呢 我告诉大家最简单的呢 其实最简单 看法呢 其实就是这个闪电图 闪电图是什么呢 每个地方的收盘价 为一个点 打个比方 在某个时间段 时间段收盘的时候 是这个点 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 画出一个点 然后到了下一个时间段 收盘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把这个点连接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闪电图 然后下一个时间段 到了这个点 他就到这个地方 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最后就变成了一个 我们所称为的叫闪电图 那么当然中国主要是用蜡烛图 然后在这里说一下 我们后面呢 也是主要以蜡烛图为主 那主要是以蜡烛图为主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的 红色和绿色的区别 这个呢 在这里还是要讲一下 因为很多人可能 他说我可能以后要做美国股票 做美国股票呢 我相信美国股票就会 一开这个界面 就会有一个问题 一看这个界面 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就是颜色和那个感觉不对 这个算了 我就直接说一下 我就不调出来了 就是在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 还是有一些人是在国外 那么在国外的时候 可能会看到这个东西 感觉好像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就是什么呢 就是在国外呢 是绿色或者是蓝色为涨 红色为跌 红色为跌 在这里呢 我们大家稍微说一下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很多 会造成一个混乱 红色在中国呢 是一个大红大紫 就代表写性 所以为什么在红色 是认为是涨 就是这个原因 然后绿色呢 在美国或者在一些西方国家 他认为是叫绿色环保 所以来说呢 绿色呢 他们是非常喜欢的一种颜色 所以呢 绿色呢 他们就认为他们是涨 然后我们认为的红色是涨 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些区别 跟大家讲一下 然后大家自己去区分一下就行了 大家自己去区分一下就行了 没有太多问题 好了 下一个 金钱永不眠交易的时间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懵逼 会很多懵逼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交易里面 到底分成了几个时区 一个是亚洲时间 我们现在都以北京时间为准 我们都以北京时间为准 福特的流就是以北京时间为准的一个交易系统 好 那么这个呢 就叫亚洲时间 好 在这里呢 我稍微的给大家扩展一下 亚洲的交易中心是哪里 大家知不知道 亚洲交易中心是哪里 大家知不知道 香港吧 错 前面是对的 放在去年是对的 今年已经不是了 今年是新加坡 以后是新加坡了 在这里先说一下 新加坡 香港已经不再是交易中心了 亚洲的交易中心 原来当然原来是香港 原来是香港 现在是新加坡 什么原因 我就不说了 这是涉及到政治上面的原因 好了 欧洲的事情 什么 你说 就这个亚洲中心 它能代表的是什么 亚洲的中心是代表 所有的一些亚洲的一些东西 会在那里进行交易 就是主投资的对象 你可以理解成 就是每个地方要出一个代表 那么这个代表 就是我的钱往哪个地方流露 明白了吗 就是相当于我现在有100块钱 我是要往哪个地方投 去年我是往香港去投 今年我是要往新加坡去投 就这样 有人说上海和深圳算不算 毛都不算 上海和深圳 连东京这个交易 连东京证交所都不算 连上海和深圳 连东京证交所都不如 东京证交所其实也做得蛮好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股票里面 是有是有东京 是有是有这个日本指数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点错去 东京指数 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搞笑的一个指数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看大家有几个人认识 很搞笑的一个指数 日本指数 这个大家都认识吧 这个也是日本指数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指数 我之前也不知道这个指数 我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个指数 非常有意思 看有没有人认识 估计会有人认识 因为好 这个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叫板块 知道 这是什么 日本的一家厂商 任天堂 游戏机 游戏机 任天堂指数 大家听说过任天堂吗 不是这东西就是会有指数 不应该是个股票吗 不是它是什么意思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围绕着这个股票的所有产业链 把它聚在了一起 明白了吗 不是这东西就会有产业链 你给这个苹果代工的 我们经常会说有一个特斯拉 你可以看一下 我给你看一下 你是比较好学的人 我给你看个东西 蛮好 我觉得它提出问题是蛮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人认为 特斯拉不就是一张股票吗 为什么特斯拉也会成为一个指数呢 在这里我跟大家稍微的解释 所以任天堂就是比如说它给它们做游戏的 给它们设计游戏机的 然后给它设计周边的都算在里面了 都算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 特斯拉它也有一个指数 我正在开 刚才把它关掉了 以后都开着 所以现在就是很多世界上的这种大股票都有个指数吗 对 你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你说任天堂大家也不熟悉 那我们比如说看特斯拉大家都知道 特斯拉 看到没有 属于一个板块 进入 这都属于跟特斯拉相关的股票 看见没有 这是特斯拉股票 这不是说这是某一个股票 这个股票是代表的 其中是代表的 它可能是特斯拉底下的一个制造商 可能它只是制造一个车轮 但是它是特斯拉概念股票 有啊 特斯拉还有专门的板块 你不知道吗 我靠 你比如说像那 我不知道 我要知道我还去买什么卦工股票 那有并 我们买了特斯拉的 最近是那个叫什么 叫叫什么德 那个做电池的 那个做电池 习近平家族开的那家公司 林德股 林德时代 林德时代做电池的 它就属于这个里面的股票股 它是习近平家族的 它是习主席家族的 这就是特斯拉的股票 你们看到没有 这就是属于特斯拉股票 你看特斯拉概念股 它长得多好 看看它的榜态呢 我们在它分析分析 咱们课上就别分析了 这要分析这么多 你在分析了什么时候去 林德时代 可以看一下它的龙头股 还有林德时代概念 看到没有 林德时代自己又变成了一个概念股 又变成了一个概念板块 所以来说你们不要认为一个股票就是一个股票 它是可以带动一个概念的 还有比如说元宇宙 元宇宙是起源是来于扎克伯格的一个游戏 现在也变成了一个概念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认为某一个股票就代表了某一只股票 所以这里面道道太多了 咱们今天也只能点到为止 欧洲时间 先说一下亚洲时间 亚洲时间我就不用多说了 亚洲时间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就是我们认为的北京时间 日本时间 还有新加坡时间 当然原来就是哪个地方 就是比如说以哪个地方为交易中心 就是以哪个地方的时间为准 比如说像之前是以香港时间为准 现在是以新加坡时间为准 但是差不了太多 所以来说现在亚洲交易中心 还也就是以新加坡时间为准 欧洲时间 欧洲时间是以德国为准 英国要哭 英国要哭 德国时间和亚洲差了多长时间 好像是六个小时 差了六到七个小时 也就是说我记得好像是在下午 我们北京时间下午15点半的时候 德国早上九点半开市 所以我们会在下午三点半 我们会去做得子 那个时候会有一波大涨 当然现在德国现在进入了这个冬令时了 注意我在这里再说一下 美国和德国他们欧洲 现在都还实行的是下冬两令时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取消了这个下冬两令时 就是下令时往前推 往前推多推一个小时 冬天是往后推一个小时 这是欧洲时间 可能时间到了 因为刚才已经会议已经长达一个小时了 已经长达一个小时了 可能时间到了 重新建一个就好了 这是德国时区 然后还有一个格林威治时间 格林威治时间 大家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格林威治是英国的一个地名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继续 格林威治是英国的一个 英国的这个 是英国的一个天文台 然后格林威治的这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时间 然后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要说这个玩意呢 是因为我们的外汇交易是以格林威治时间为准的 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的外汇交易跟格林威治时间是为准的 当然格林威治时间和德国时间非常相近 格林威治时间和德国时间非常相近 好了还有美西和美东时间 为什么我要把它这个两个区分呢 因为在股票里面是要区分的 因为在股票里面 它有美东和美西两个时间点 如果你要是做美股 你一定要注意这两个时间点的区分 它中间是差了一个小时的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 当然以后我们做美股的时候 我们再跟大家细说 那么这里呢 为什么我们要说亚洲 欧洲 还有美国 美西和美东 我们称之为美洲 亚欧美 为什么我们要说这个东西呢 是因为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主题 金钱有不免交易的时间 这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资本家 希望 他的钱 永远在里面滚 好 在这里呢 可能有朋友不太清楚 这是什么意思 我在这里打个比方 我在这里打个比方 首先 他会怎么样呢 他会怎么样做呢 首先第一点 就是用我们北京时间为主 因为你要是不用北京时间 这个中间就全部混乱了 好 首先就是早上的九点半 我们以九点半 九点三十 到下午的 十五点 应该是十六点 是亚洲时间 好 这个时候 金钱先进入 先进入亚洲时间的 先进入亚洲时间的 进行投资 然后赚取回报 然后到了下午的时候 下午的时候 应该是我们的十五点三十 然后到了晚上的二十一点三十 是欧洲时间 欧洲的主战场 然后第三 北京时间 晚上的二十一点半 再到凌晨的四点 是每周时间 大家看懂了 中间一个规律没有 大家看懂了 中间一个规律没有 同志们 看懂了 他是希望什么呢 其实就是所有的一些投资者 或者资本家 我们称之为资本家 投资者或者资本家 他人是可以去睡觉的 但是他希望钱 永远是能够去 赚取回报的 那么他最好的一种方式是什么呢 早上 也就是北京时间 九点半 到中午到下午 十五点半的时候 我去做亚洲的盘 我做亚洲的盘的时候 到了十五点半左右的时候 我就把这笔钱取出来 然后放到欧洲去 然后从十五点半做到晚上的二十一点半 来做欧洲盘 欧洲盘做完了以后 再把钱在二十一点半左右的时候取出来 来到北京时间的每周时间 二十一点半开盘的时候 开始做每周盘凌晨四点 所以有一句话叫 有句话叫金钱永不眠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中间是一个循环的 我问个问题 就是他这样手续费不会很高吗 赚了钱不在乎手续费 不好意思 你所谓的手续费是什么 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就是美元的 用美元进行这个电汇 是这个手续费吗 包括你刚刚说到 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 那不是要转换币种吗 还有什么七七八八 你归手续费 其实对于赚的钱来说 算不了什么 他的手续费应该能 大概能产生百分之多少 这个我们不用去算 因为真的算不了什么 比起那些 比起他的利润来说 算不了什么 明白了吗 就比如说你赚了一百块钱 你赚了一百块钱 你还会去债货了一块钱的手续费吗 我问你 就这个意思 那就是人也不可能一天不休息 在那边 他分成三拨人在操作啊 大哥 钱还是 就像我们中国有个出租车 你懂吗 中国的出租车 你知道有句话叫怎么说的 人修车不修 你知不知道这句话 就是人司机是三班岛来换 或者两班岛 或者三班岛来换 但是钱肯定是 不是车子肯定是一直在路上开的 你知不知道 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 你们都大家都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吗 知道 知道 那么其实这个资金就和这个出租车一样 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资金看成一个出租车 就是说我的出租车是不能停的 我的人是可以去休息的 就这个道理 那你说你一个人操作不过来 我雇三个人来操作不就行了吗 然后给这三个人发工资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这个操作这笔钱的人就称之为叫操盘手 但是如果那些人不会操作 你这个话问的 那我为什么要聘他呀 你不会操作 我为什么要聘你来操作我的资金呢 这倒是 好吧 你这问的稍微问点质量高一点的问题好不好 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了 K线的意义 K线的意义 K线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涨K 跌K 十字星和跳空 它有四种概念 我们今天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K线到底是个什么玩意 就大家所看到的这个红柱体 就是一根K线 大家看一下 我把它全部遮住 我们就带大家来 今天就认识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 就这个玩意到底是什么东西 好 我们在这里呢 简单的画出一个这样的玩意 这个呢 就是一个K线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到底是什么来看 首先我们要从它 首先第一个 我们首先是判别它的什么 颜色 首先是从它的颜色来看 它的颜色为红色 代表什么 代表是涨 颜色为红色 代表为涨 好了 这里面还包含了四个信息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K线里面包含了四个信息 首先这个信息 这叫最低价 这个叫最高价 然后这个叫开盘价 这个叫收盘价 好 大家我再重复一下 这个叫最低价 我用英文单词来说 这个叫最高价 好 这个叫收盘价 close close close就是收盘意思 这个叫开盘价 open 好 大家看懂了吗 大家看懂了吗 看懂 然后这个呢 是代表涨 你别看就这一个K线 它这里面蕴含了五个概念 在里面 最高价 最低价 开盘价 收盘价 和涨 那绿色也是一样 好 我再画个绿色 我待会统一来讲 它中间的这个含义 绿色 首先绿色里面 第一个 就是 它是跌 首先这个里面 这个绿色是代表跌 好 跌里面 它这里面又涵盖了四个 首先这个低 这个是一样的 最高价 最低价 这个是一样的 好了 注意这个会相反 这个是开盘价 open 这个是代表的是收盘价 close 好 大家先运一下 这个是最高价 很好理解 这个代表的是最低价 这个是收盘价 这个是开盘价 这个到这个中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我现在给大家来拆解 首先大家能不能认识这张图 能不能认识 有问题的先提出来 有问题的先提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这是第一 第一个技术点 这是前面基本上还是属于概念 这个就进入真正的开始要进行到我们技术点的内容了 先问一下大家这个地方能不能理解 能 但有一个问题 就他就那个关了盘之后 为啥还要那个往上面涨 开了盘为什么还往上涨 就关了之后 为什么还有那个往上面 那个就你那个 这个好 这个问题我待会来回答 好 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在我没有讲细节之前 大家先把大家的问题先提出来 暂时我就这里有问题 其他人呢 吴壮 王成旭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分解一下中间的一个 因为我们首先要会看这个K线才能够去定义它的盘面 我们先看它的涨 这个红 这个柱体到底中间涵盖了什么东西 这个柱体到底涵盖了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用 如果这个东西 如果这根K线是一个小时的周期 我尽量用英文 英文手写稍微舒服一点 好 一小时周期 那么在一小时周期里面 它的闪电图会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它的闪电图会是什么样 好 我现在给大家画一下 首先 它是从这个地方是叫开盘价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个地方开盘 从这个地方开盘 也就是起点在这个位置 我稍微粗一点 用这个地方开盘 开盘了以后呢 它可能先来了一个下跌 然后进入到了最低价 这个地方就是我们所说的最低价 然后再上去 到了最高价 这个位置 到了最高价以后 又下来 然后再收盘 一个小时收盘的时候 到了这个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 那么就成为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蜡烛图 大家听到了没有 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收盘的时候比最高 在最高点 那要怎么办 那如果在最高 好 现在这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 如果收盘的时候比最高点要高 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蜡烛图 我现在问大家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说收盘的时候比最高点高 就收盘的时候就是最高点 好 那应该是个什么样的 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画一下 来 呃 我给你们一个上面那个上面那个图出来的就没有了是吧 是 你们这样 你们画一个 交作业 我把这个画图软件 或者你们用这个Q 你们这个Q可以截个图 然后可以画一个画一个图给我 我来看一下对你们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是否是正确的 来 画画了以后 然后放在我们的群里面 我来看一下你们对这个蜡烛图的理解是否正确的 他说了一个 如果最高价就是收盘价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蜡烛图 啊 那个方磊和那个阿猪就不要 错过答案了啊 来你们画一下 画一下 然后就放在QQ里面 好 都对的啊 都是对的 都是对的 看来你们对于这个东西理解非常正确 其实如果 其实如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他的收盘价和最高价是一起的 那么他就是一个什么 有点像是一个手柄一样的 就是像一个大砍刀一样的一个形状 我们来看一下 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一个这样的形状 因为他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在这里画 这是他的这个开盘价 开盘价以后他先往下跌了一下 往下跌了一下以后呢 往上涨然后到了一个小时周期的时候 正好上涨完 他一直在涨涨到这个地方 那么就说明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 就是如果用闪电图的表示 就是一个类似于像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了 那么现在我来问一下大家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刚刚他最低和开盘价都是一样的话 那就是上下就颠倒了是吧 就也是开盘价 这就是我刚才要说的十字星 待会我们再说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我先抛出来 大家看一下 还是这根K线 除了刚才我们这种解释 有没有其他的解释 大家注意一下 我先抛出这个问题 就是除了这种闪电图的画法 就是类似于 我先把刚才这个画法画出来 还有没有其他的画法的可能性 大家看一下 首先这是开盘 先从这里开 然后跌下来 跌下来以后 然后上去 然后到这里 这就是第一种 那么现在我问一下大家 有没有第二种闪电图的形式 听懂了吗 什么叫第二种 什么叫第二种 有没有第二种形式 来告诉我 喂 人呢 应该有吧 但不知道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它的价格会按照一个什么样路径走出第二种形式 来画出来 还是这一个 你们可以用这个QQ截个图还是发到群里面 我们其实就是要对这个价格进行一个判断 好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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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火 开火 它是画出一个这样的 我可不可以也开个直播画 你可以截图就会画 不是 我可以直接开直播画吗 你直播不了 我现在在直播你就直播不了 你认不认同这个人画的 你这位同学画的 无认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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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画一个出来看看 好 我们把这一个呢 希腊进去 在第二种 我是认同的啊 我是认同的 像个N型 像个N 开盘 然后大致力发最高点 最低点 你这什么 你这什么 你这个形状看不懂啊 就是那个呀 就是我画的 我认为 你的形状我看不懂啊 别人都是线条 你怎么是一个封闭的曲线呢 我还是没太懂这块 这个是不是就是开盘价 就是最低价呀 开盘价不是最低价 开盘价是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我画的是开盘价就是最低价 你在画什么 你在画筑体 还是画它的这个路径啊 我在画那个什么 日本 日本什么那个线 哇 日本蜡烛图嘛 这我现在不是让你画蜡烛图 我是让让你画这个 就是有没有它的这个 其他的一些解释 好 这样说吧 这位这位同学说的是对的 像这个N型 其实也是一种它的交易路径 看见没有 不管是这个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它其实都会画出一个相同的蜡烛图 那么这里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蜡烛图的多解性 我可以告诉大家 出现一和出现二 两种结果会交易时的结果会不一样 大家能不能理解 大家能不能理解 完了 能理解 能理解 来说说 为什么会不一样 就第一种跟第二种 它的涨幅关系完全就不同吧 涨幅关系完全不同 好 你说说吧 什么叫涨幅关系完全 就你想第一种的话 它其实它其实就 它是一个持续上升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觉得 那第二种人生的大起大落太高了 大起大落太高 你这总结得太精辟了 还有其他答案 就是每个时间段的交易成交价不一样 是吗 你可以这样理解 好吧 好吧 我来总结一下吧 第一种给我们的信号是要大涨 第二种给我们的信号 其实如果是第二种 如果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 其实给我们的信号 是代表它很纠结 为什么我会解读出两种 就是同样这一个东西 我会解除两种答案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 首先它是小跌了一下 小跌了一下以后 来了一个大波涨 这说明什么 大家都看它多 对不对 是不是这个道理 大家都看它多 所以它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涨 涨幅完了以后呢 稍微的往回踩一下 休息一下 就是我说的回踩 就休息一下 就是往回跌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完了以后 在我看来继续涨 因为你看这个地方有这么大的一个阳线 这么大的一个涨幅 你是不是可以理解成这样的意思 如果从这个信号上来看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同志们 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吗 你就把这个涨和跌看成两支军队 看成两支军队 先开始呢 这个跌的军队稍微打匀了一下 所以往下跌了一下 然后这个涨的军队呢 就后面接一接生气 接一接生气 接一接生气 然后打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 跌的军队呢 稍微的又打回来了一点 但是我们目前看涨的军队更厉害 还是跌的军队更厉害 是不是涨的军队更厉害一些 是不是的 是的 好了 那你再看这一个 那如果我们还是来看涨和跌是两支军队 那么你在看这个走势的话 你会认为涨和跌哪个占有绝对性的优势呢 目前来看 两边都没有占到绝对性 它不像这个 这个很容易就能看出涨是占有绝对性优势的 而这边呢 我们看不出来 就是目前还不太认为涨是占有绝对性优势 可能涨有优势 但不是绝对性优势 所以我们这个 这个如果走出这种图 我们会认为它现在比较纠结 就是多空就是涨和跌 它们两个的力量非常均衡 或者说是涨可能稍微多一点 跌呢稍微少一点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 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根线 往下一拉 往下一拉以后 这个多就死在战场上了 死了很多 所以这个多呢 又在这个上面又回推了一些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你别看就一根K线 这里面包含的性是非常多的 好 那么这里我们再来说一下 那么既然这个里面 它包含了两种 甚至更多种 当然还有很多的一些种啊 也就是我今天要说的 K线里面的多解性 那么K线里面有这么多的一些多解性 在里面 我们那你这样说这个K线有什么意义呢 那每一种K线都可以解除100种道理出来 那么我们再去学这个K线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里我说一下 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出现是第一种 大多数情况下99%都是出现的第一种 1%出现的是第二种 好 在这里说一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要涨就直接涨 要跌就是直接跌 如果是这样走的话 这个死场是在走横盘的 我们后面再来把它拆解 你可以在一个小时把它画成15分钟 就是画成4根15分钟的K线再去拆解它 那你就知道了 哦 它原来是在走横盘 那这个我们后面再把它进行细分的时候再来讲 那么其实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K线 我们注意就是说大多数情况下 我是把它解释成像这样的一种方式 而不是把它解释成像这样的方式 当然这种方式存不存在 存在 在这里我们首先肯定这种方式 这种第二种方式 虽然概率不高 但是确实存在 但是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是做第一种方式 如果你要是说把第二种方式计算进去 那我们这个盘面没法做了 因为你要考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多解性的问题 好 那么现在我们搞清楚了这个红柱体 我们再来看一下绿柱体 绿柱体就非常简单了 首先绿色代表慢 那么这里呢 我们还是画出一条线 我就不让大家nag了 因为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能画得出来了 好 首先从开盘价开始上涨 然后跌下来 然后到这个位置 这就是绿柱体产生的位置 产生的闪电图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就提一下 没有问题我们这个知识点就过了 因为红柱体和绿柱体正好相反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啊同志们有没有问题 人呢 对啊所以所以红色就是他当天就是收盘的时候比开盘的时候涨了 然后那绿色 呃我我我是在指中国啊 然后绿色就是 那个收盘的时候比开盘的时候跌了 对 有没有问题 所以他他这个日本的这个线也是代表着同样的意思 对是的 嗯就是首先他从这个地方开盘 然后上涨了一下 然后下跌 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收盘 更刚好跟我们红线是相反的 好 好了我没有问题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 刚才提到的一个这样的问题 十字星 十字星它既不是红色又不是绿色 一般在我们这里面会标志成白色 好我在这里问一下 白色如果让你们画闪电 十字星如果让你们画闪电图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 来画一下 就是十字星我们看起来就是个大叉子 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加号 就是一个加号 加号在你们看来 它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状 闪电图 画一下发到群里面 那闪电图是什么来着 闪电图就是像这样的玩意 哦 来快点快点 咱们时间已经快不多了 我还是不太理解这个十字星来干嘛的 十字星就是十字星也是蜡蜡蜡蜡啊 它也是代表了一个这个价格 它也是代表了一个价格走势 这就是我还是没看太多 好 待会我来讲 好 现在这个成科已经画完了 王成浩呢 王成浩可以画一下 还有无状 好 无状画的是这个样子 好 是跟那个一样的啊 还是跟他一样的 好 基本上画的都是对的啊 在这里说一下 无状和成科都画的对的 十字星是什么意思呢 十字星代表的是开盘和收盘价相同 开盘和收盘价相同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它会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首先从这个地方起点开始 可能会上去 再下来 再走 当然这是第一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先下去 再上来 再回到中间 注意 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啊 这两种方式都有可能 这就是十字星所代表的意思 当然你要是在想画 你还可以画出第三种 第四种都可以 那么这两种是主流的两种方式 主流的两种方式 所以十字星就代表的就是 它的开盘价和收盘价是相同的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盘面 看 学会了刚才这个以后呢 你再来看一下咱们的盘面 你是否就能看懂了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在日线 我们现在来看的日线 你是否就能看懂现在的这个 这个美股啊 这个美股叫可口可乐 我不知道大家喝过这个饮料没有 那么这个可口可乐 现在是在大家可以看一下时间 10月5号周五的晚上 10月5号周五 然后出现了一个什么呀 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十字星 出现了一个十字星 那么同志们 你们看懂了吗 这个可口可乐在干嘛呀 同志们 我们现在把它分拆 现在是日线嘛 我们把它分拆到一个小时 大家来看一下 一个小时它是怎么走的呢 大家看一下 首先 先上穿 看见没有 上穿了以后再下跌 看见没有 下跌了以后再回到7点 看见没有 是不是就是一个 我们刚才说的标准的十字星 日K 在日K里面就是一个十字星 看到没有 看懂没有 我可以有个问题吗 你问 就是这个一条 就是这个日本这个线 它是代表着一个小时吗 现在 你指定它是多少小时 它有多少小时 你比如说 你现在指定它是一个小时吗 我是指定它是一个小时 我也可以看到它的是日线 你看日线就是一根十字星 然后你回到一个小时 它就是由一二三四五六七七根一小时的蜡烛图组成 明白了吗 有 当然你还可以再下下细分 你比如说一小时是由十五分钟 是由四根十五分钟蜡烛图组成 那你可以继续再下细分 然后一分钟是 十五分钟是由十五根一分钟蜡烛图组成 你可以再下下细分 那它在十五分钟之内的开盘和收盘 就是指的是 它十五分钟刚开始的十五分钟结束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大家在看 现在大家在看回看我们的可口可乐 是不是大家就看懂了 现在找了个十字星 这个地方是来了一个上涨 下跌 这个地方是一个下跌 下跌 好了这里有再出来一个问题 跳空 什么叫跳空 大家先看一下 这个玩意 也就是说 当根K线 当根K线 上一根K线 和下一根K线之间 完全没有交接 中间直接跳空 这个是跳空 跳空开涨 当然也有跳空下跌的 这个地方是跳空 那么这个跳空是代表什么呢 跳空一般是代表了 中间出现了消息面的一些变化 导致这根K线 受市场影响波动非常大 中间的价格直接跳过 然后来到了最终价格 所以这个地方不存在价格区域 在这里首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地方不存在价格区域 所以这就是跳空 好了 跳空呢 我们不需要去了解太多 反正大家知道就是从这个地方一下跳到这里来就行了 这个叫跳空 跳空开多 跳空开涨 当然还有跳空下跌的 我们来看一下给大家找一个跳空下跌的 这也属于跳空上涨 这个跳空一般都是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跳空一般是就比如说像修饰的时候 市场行情比较大 就会跳空 你像这个就是跳空下跌 你看到没有 你看他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 中间完全没有价格 直接就从这里跳到这里 然后直接跌下去了 好了 今天我们的内容基本上是 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现在把它这个图改成线图 那他会变成什么样 看一下呢 线图就是像我刚才画的 那就 他是直接一条线直上下吗 不是 他会怎么样 他会以每个地方的收盘架连接 我告诉他会怎么画 就比如说这个地方是收盘架 这个地方是收盘架 他会 他会这样画 这个地方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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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会这样画 你看一下 看 是不是的 我刚以为他们的线会直接断掉 那如果到这个地方 撬空这个地方就会断掉 撬空这个地方就会断掉 这个地方就直接那个了 当然他也会把他直接连起来 中间还是连那个 他还是会断掉 这个跳空其实这个地方 我们后面会单独来讲 这个跳空这个位置 我们一般会这样来看 会直接把这个K线看成这个地方 就是这三根 会把这三根K线这样看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跳空不是这样看法 这个跳空不是你们想象的 跳空这个地方的价格是不存在的 这个跳空这个画法应该是这样 我来画一根K线 这是画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出来 然后上引线在这个地方 下引线在这个地方 就跳空你可以看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蜡蜡图 看懂了吗 我懂了 其他同学呢 王成旭看懂了吗 吴壮 陈柯 我懂了 大致懂 大致懂 那为什么这个上面有这么大的一坨上引线呢 我问一下 因为他那个收盘这个时候 因为那个绿色的开盘 开盘 最高点就在那个做空的那儿 就是说他应该如果是 他如果只有到了那个点之后 然后那个绿色的那一个线 他才可以从那个最高点一直往那里去下点 那个一个滑动 我不知道表达清不清楚啊 我的理解是这么回事 没有表达清楚 我没听懂 有没有其他的 再说一下 就是因为他那个最高点 就是那个红 红色那个方块的最高点 然后他收盘就是在 那个位置吗 就是跟正常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还是 好 基本上解释的是对的 首先就是最高点是在这个位置 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是在这个位置 最低的最低点呢 我们其实在这里就已经被忽略掉了 然后他的收盘价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他的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画出了这个红线 这个地方收盘价 这个地方就是收盘价 然后上往上戳 往上戳了以后又被打下来了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他往上戳往上戳以后被打下来了 所以收盘价是说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就会有一个非常长的向上的上影线 就这个意思 就这个意思 所以来说就是K线呢 非常重要 后面还会再继续讲啊 当然不是这一节课能讲完了 今天呢 就是让大家首先了解这个K线 到底干嘛用的 怎么来看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后面可以稍微的交流一下 然后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还有什么问题 大家可以交流一下 可以看虚拟货币的这种的图形的网站 有没有 有啊 我传了一个我传了一个交易平台 我是想要交易平台对加币的 我不太因为我很少看 可以对加币啊 他他既可以对加币 又可以对美元都可以对啊 然后比特币 你这比特币 这不是比特币吗 然后这是什么狗狗币 多个USD 这以太坊 这你都知道吧 这很多币我都不知道这什么币 我到了给你传一个 DueBet 你应该是都认识这些币吧 我对区域货币都还不太熟 大概都能看得懂 但他我这里有一半 我也没见过这什么 估计都是很冷的那些红币 哈哈 你只需要做那几个主流的就可以了 比特币 比特币又创新高了不 只要黄金一涨 比特币也跟着一起涨 比特币最近都一直稳定在75,000左右 我也不知道该买还是该 你你已经抛了吗 你手上的比特币已经抛了吗 我现在还没抛 还没抛 因为我现在是挖挖矿挖矿的比特币还没抛掉 那你现在赚了多少了 你说单挖矿吗 还是炒的 炒 好 挖矿是属于另外一种公司 炒大概也赚了10 20块钱吧 赚了什么 120美金 10 20块钱 我就好玩的 不是你这个单位是什么加币还是美元 加币加币 我就花了4 50块钱进去吧 就3 40%的利润是这个意思吧 大不夺还可以 我说比特币没更新 好吧 不管它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你是直接把一个文件发我吧 还是发我那个网站的下载方式 我待会再说 ok 好 好 没有我们就下了 好 没有我们就下了 那么我这里也不走 休息去了 拜拜 那今天就结束了 再见 谢谢 谢谢 拜拜 白费 别